花莲县志愿服务协会从民国83年就开始任养车站前广场 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 志工们主动前往花莲车站集合 展开环境清洁工作 110年第一个星期天 市长吴嘉贤特别到现场向志工们致议 也致政感谢状 感谢社团热心公益 共同来维护美好亲近家园 即使还在放元旦夹起 花莲县志愿服务协会的志工们依然不松懈 星期天一大早就在花莲车站前集合 大家熟练的领取清洁用品 也很有默契的自动散开 在车站前方大广场开始捡垃圾 我们花莲县志愿服务协会 从83年就开始任养这个火车站前的公园 我们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早上8点 到这个地方做集合 我们就是除了每个月一次之外 平常的时间我们的志工 我们就是会不定时的来这里做巡视的工作 在以前刚开始的时候 烟地是非常多 而且是变成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 因为这里周边是没有垃圾桶的 过来还有就是一些狗变 在我们环保局还有县政府的大力宣导之下 我们现在这边的部分 烟地也少了 而且我们这边的游览车的部分 也非常的自制 就是不把垃圾丢到我们的那个 就站前公园这个附近 那这边也变得非常的干净 市长吴嘉賢也特别来到现场 要和志工们一起捡垃圾 市长表示清静美好的环境 除了清洁队员的努力 更因为有很多热心公益社团的奉献 元旦假期当中看到志工们认真在捡垃圾 他十分感动 花莲市要特别谢谢我们很多的社团 那还有很多的企业 愿意为我们地方来做服务 那我们这次也特别来感谢我们很多的一个社团 那其中花莲资源服务协会 它就是从民国83年 一直在车站附近周遭 花莲市需要的一个环境清洁的地方 就有他们的生意出现 那从一开始的街友的部分 乱丢烟地 还有一些我们垃圾的部分 到现在狗屎的部分 一一的来做相关的环境维护 在此要谢谢这么多有爱心的朋友们 一起来协助 我们为花莲市公所 会继续的推动各个社团 来进行环境维护的部分 以减少整体的一个垃圾脏乱点的一个状况 花莲县志愿服务协会的志工 有年纪较大的退休人员 也有还在读书的小朋友 不分性别年龄 大家齐心为维护环境清洁而努力 这里会欢迎时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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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